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美童 就開始帶您關心 美國有小非農之爭的ADP就業數據意外爆冷 讓債券市場衝高的殖利率是有所微弱 而美股道瓊上漲結束連續三天跌勢 臺股方面傳出七百億資金 透過投信進場帶動加捲指數開高走高 而中場是收在一萬六千四百五十三點五二點 上漲一百八十點 漲補百分之一點一 三大法人買超零點三八億元 但你看到百貨龍頭周年慶今天正式開跑 不過恰巧碰上中臺小犬 業者樂觀 今年業績遇水則發 看好人潮會比去年更多 大門一開 民眾湧入 百貨龍頭周年慶正式起跑 即便是遇上小犬颱風 台北人潮依舊是不受到影響 業者祭出全館八折優惠 吸引民眾爭相搶購 這可能像是抗勞保養部之類的 有預期說今天可能會消費到什麼程度嗎 可能應該會到萬八 那我們的目標業績是二十點五億 那叫去年是要成長一個人 那在首日的部分的話我們目前的目標就是 叫去年來說是成長三個人 北部的部分來說的話原則上應該還好 就是受到的影響不大 董事長吳東昇 副董事長田中豐彥 總經理吳新陽在營業前親自到場作證 為員工加油打氣 中年慶開跑卻恰巧碰上颱風 台中五號停班停課 不過百貨業者包含了新光三月 台中大圓百 廣三搜狗都宣布照場營業 結果所有的公務部門都是關著的 所以我們只能且走且看 看哪裡有開店 結果居然發現這邊非常熱鬧 剛好今天有週年慶 然後就是台中又停班停課 然後很難得又沒有風沒有下雨 真的賺到一天很幸運 對 聚集要買什麼東西 化妝品跟那個電子產品這樣子 不過南部風雨較大 新光三月台南新天地 中山店皆延到下午兩點開門 高雄走營店三多店 只能是暫停歇業一天 面對颱風 百貨龍頭 樂觀看待業績 遇水則發 預估週年慶全檔期 十四家電營收目標達到兩百零六億元 在去年高級期下 仍可年增百分之一 新唐人野太電視 秋天喜 林家維 曾馨敏 臺灣 台北台中報導 全球貿易走下坡 臺灣的經濟動能仰賴民間消費 經濟部數據指出 零售業近三年平均成長率為百分之三點六 由於疫情前三年的百分之二點一 而去年零售業營收規模突破四點二兆新台幣 寫下歷年新高 預期今年營收 可望站穩四點五兆元 再創新高 行政院足跡總處 今天公布九月的物價調查結果 九月通膨率相較去年同期上漲百分之二點九三 再度逼近百分之三的大關 唯一八個月以來的新高 足跡總處官員指出 主要是因為休閒娛樂需求推升娛樂服務價格 加上蔬菜水果肉類外食費 油料費以及房租個人照顧服務費 還有醫療費用的價格上漲 產業消息來看到 中國晶片業者大幅擴產 加上產業需求疲弱 有研調機構集邦科技最新報告就示警 晶圓代工成熟製程面臨五大利空 臺灣多家業者產能利用率面臨五成的保衛戰 電動車高速行駛 晶片多數由成熟製程生產 集邦發布報告是僅五大利空 庫存缺化問題延續大廠銷價砍單 車用晶片不再短缺 國內成熟製程晶圓代工廠 產能利用率面臨五成保衛戰 包括台積電 聯電 世界監禁 利基電 下半年事況恐怕拉緊報 其邦指出中芯國際華紅集團八寸廠 產能利用率較台韓業者高 讓價幅度積極 加上中共官方全力推動IC國產替代 威脅臺灣業者 臺灣的這些半導體公司 它必須要Innovative 因為你那個成熟技術 大陸也跟你殺價的話 你就麻煩對不對 Driver 你看電視 我們慢慢就會減少了 或是甚至 因為這個是成熟製程 大陸要跟你拼 隨時都可以亂拼 面對成熟製程需求疲弱 臺灣晶圓代工廠布局新商機 台積電在成熟製程鎖定 特殊製程發展 可應用在車用 工業 醫療等領域 世界先進布局淡化家 今年進入量產 可應用於電動車5G物聯網 聯電鎖定電動車商機 搶供電動車逆變器核心元件 立基電則布局AI大柄 開發小型高速運算晶片 我們大概在明年就會推出 叫做AI Computer 就一個chip是有AI功能 它是一個Computer 我們臺灣有臺灣的機會 因為帶頭羊都是臺灣的 我們的省的技術都從臺灣前進 也不見我們做的東西它能學的 聯電預估第三季整體產能利用率 落在百分之六十四至百分之六十六 利基電也強調產業已經主體成型 加上AI等新應用抬頭 產能利用率有望上揚 視況看法不悲觀 新唐人亞太電視高建倫 沈為彤 臺灣台北綜合報導 美中科技戰越演越烈 各國盛訪中共竊取技術 臺灣國外會秘書長顧立雄 接受日媒專訪時表示 近年年底將公布一份關鍵技術保護清單 而這項政策將定義國家的核心技術 涵蓋包括半導體 農業 航碳和ICT 也就是資訊和通訊技術等產業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4號出席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聽證會 當被問到有關華為晶片技術突破時 雷蒙多表示有關華為的報導令人不安 美國需要不同的工具強化出口管制 日前 中國華為發布新機MAT60 Pro 搭載中芯國際製造的7奈米晶片 被認為是中方在美國出口限制下 取得技術突破 對此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4號出席參議院商務委員會聽證會時 也被問到相關問題 雷蒙多表示商務部會認真對待每一個威脅 他指出美國需要不同的工具和更多資源 來強化出口禁令 雷蒙多表示當今來自中共的威脅 與過去冷戰時期不同 涉及到科技快速發展的人工智慧等 他表示 雖然在商務部的監督下 美國已經對違反出口管制的 硬碟大廠西捷科技 除以3億美元民事罰款 但更多的資源將有助於商務部執法 新唐亞太電視 林玉堂 鄭麒麟綜合報導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週三 四號表示 希望在今年秋天公布晶片法案中 第一批390億美元的半導體製造補貼 目前 商務部已經收到42個州 共計500多份的公司意象書 台積電在日本九州雄本設廠 吸引日本大型半導體供應鏈前往布局 日經亞洲報導 日本半導體產業聚落 逐漸成型 從去年春天開始 台積電耗資1兆日圓 約67億美元建造晶圓廠 吸引日本大型供應商前往 而國際半導體設備大廠 像是艾斯摩爾 以及顆粒研發 也都將擴大在日本雄本的營運規模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統計 8月全球半導體銷售額達到440億美元 比7月再增加1.9% 連續6個月銷售成長 顯示市場需求緩慢穩定回升 台灣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將在德國薩克三邦首府 德勒斯登設廠 為滿足台積電用水需求 德勒斯登規劃在西北郊的 易北河畔興建新水廠 連同原來水廠的擴建 總投資金額達到3億1千7百萬歐元 約新台幣107億元 抽取的河水在用過與出力後 將排入河川 不會用掉太多河水 中國房企爆雷在一桩 在香港上市的中俊集團四號公告 不堪兌付壓力出現債務實質違約 旗下四檔境外美元優先票據 從5號停牌 總計涉及金額18億美元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 自上個月15號展開罷工行動 迄今已經邁入三週 通用汽車絲毫披露 截至9月底止的兩週罷工期間 公司已經損失了2億美元 約新台幣64億元 星藤野太電視整理報導 來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洪海集團公布9月營收為新台幣660億 月增60% 年減近20% 回歷年同期次高 受惠於新機拉貨效應 大力光9月合幣營收為55.72億元 月增22.6% 年增9.2% 大力光看好10月份的拉貨動能 優於9月份 另外國際低潤大廠啟動減產措施 低潤第四季合約價格 傳出約有12%到15%的漲幅 而低潤大廠南亞科有望受惠 臺北紡織展即將登場 訪托會指出今年國際買家踴躍 提前為產業復蘇做佈局 預計將有71個國際品牌買主來臺採購 臺灣資本市場一向是以電子產業為重 生計業掛牌意願較低 而證交所公布強化生計產業發展策略 期盼透過健全新藥或醫材研發公司 申請上市資訊揭露等措施 從此生計醫療產業市值達到5000億 三年內市值倍增至2%的目標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遭罷免市場優新 美國主權信用平等下調風險升高 下期新聞我們帶你瞭解 歡迎回到新唐人財經新聞 帶靠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局訊息 首先看到彭博社報導市場疲軟 香港將暫停出售商業用地 金融社報報導油價暴跌5美元 創下一年多來最大單日跌幅 華爾街日報報導凱撒醫療機構工會工人罷工 美國醫療保健產業史上最大規模 日本產經新聞英國競爭與市場管理局 允許日曆和達利斯合併交易繼續進行 而但你關心 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罷免議長麥卡錫 高盛研究報告中指出 眾議院沒有領導人 11月份的臨時預算案到期之後 政府停擺的風險將增加 而信品機構會議表示 8月調降美國債信平等時 就已經考量到治理惡化的情況 就算政府之後關門 也不會對美國信品產生影響 美國公債殖利率週二揍升到16年的高點 古大對利率敏感的資產領域 尤其會受到影響 隨著美債殖利率一路衝高 部分買家的房貸利率已經超過8% 數據顯示 SPDR標普房屋建商ETF 相較於8月的高點下跌超過13% 而通常負債較高的公用事業也會深受影響 9月份美國公用事業類股 單月跌幅約達6% 而持有黃金的機會成本增加 巴里克黃金已經連續10個交易日下跌 美債殖利率揚升推高美元 這也對依賴出口外銷的美國公司帶來壓力 美國30年期公債殖利率 在週三是一度突破5% 也佔上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少見高點 而債事動盪可能預示著利率將長期走高 而美國有7.6兆美元的國債一年會到期 我們請教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聶建中 你怎麼觀察高利率長期化的影響 是否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你怎麼觀察 我想全球金融市場是一個聯動的 美國發生一些金融市場中的波動 當然會造成全世界金融市場的影響 但是金融市場的波動或者影響 我們大陸可貨運所謂的系統性的 整個大環境的影響 也有所謂非系統性的影響 基本上我認為這一次的所謂債券 突然飆漲到這麼高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偏短暫性 而且也不屬於全球系統性的貢險 這跟很多人在延伸講到說 跟過去在2006年到2008年金融 比較有點類似系統貢險 我認為這完全是不同的 當然雖然這兩次都可能跟利息增高有關 可是上次利息絕對不是主要點火的 它是點火的火柴 但它不是主要的火源 這一次所產生利率高漲 當然跟當時在2年多前所產生的偷膨有關 那麼你都知道COVID-19在2020年3月 把利息以口氣從1.5降到了0%也就是6碼 後來因為偷膨的關係 急速升了所謂的1碼2碼 3碼3碼3碼2碼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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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碼 那麼急速從0升到了5.25 我相信在這樣一個極端的高速利息升息之下 那麼產生了所謂的現金融市場的整個的一個口光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當利息升息的時候 我們另外一個聯動的就是債券 你認為我們現在大所謂的債券市場 那很多的這個投資金融家都知道當利息升到了最後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升息尾端的時候 需要升息尾端的時候就是最好的美債時期 因為很多人都會傳言說這個殖利率會在這個升息快到最後的時候 它就是最高點的殖利率 這時候債券價格最低 那你就應該在此時買進 也正因為這樣子在一兩季之前就有太多太多的金融市場 就去買了所謂的自以為第一架的債券 沒有想到這個殖利率卻不斷更飆高 當然這些大肆買債的這些金融組或者投資家都大為受水 我相信這一次大家都看到了 那我本人認為 在這麼樣一個高漲的殖利率 我從某個經濟的邏輯奔心 我覺得它應該是比較偏短暫 而且就不太再高很多了 可是現在這個市場中會認為它更高 我覺得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Bred在上次的這個FOMC會議 裡面談到了很重要的東西 也就是雖然在實質的利率它沒有升 可是他說在下一季可能會再升一碼 可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升一碼有什麼了不起呢 它不是升到5.25嗎 但是他因為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話叫做 我們可能會騙它怎麼樣呢 Hier for longer 讓我們去解讀一下就是Hier for longer 那麼很多人在這個市場都預期 說升到了5.25到5.5 這個Band的區間之後 明年這個脫幅會慢慢下降 也開始要所謂的降去循環 可是當Hier 就是說還會更高 還不只是5.25到5.5 還要再升 而且For longer 還會持久 而且不會降息 這時候的殖利率呢 就大家覺得 你會再回來機會不大 因為債券會漲價的機會也不大 這時候你就發現出現問題了 殖利率又開始繼續有暴漲 我覺得這是我的看法 我們雖然知道現在國際界 有很重要的投降家 像Diamond這些人講什麼呢 講說這個利率可能還會升到7% 我基本認為不太可能 甚至不應該是7%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的利率實質利率已經非常高了 我們現在的利率這麼高 去減掉現在的通膜30多 不就是很高的實質利率嗎 以前到銀行去借貸 可能是8% 去減23%不就5%嗎 這樣的利率你如何再讓它升高呢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前陣子 所以不管是沙地阿拉伯 為了財政問題 或者俄國為了軍援 還需要錢 所以他們就在石油減產 希望創造獲利 但是最近大家也知道 人員就飆漲 時的CPI增高 讓他們補免的還有升級的手碼 因此鷹派的聲音就比較長 可是各位會知道 我當世界人員飆漏太高的時候 一定有其他的作者會出來 比如美國就會增值 這個石油突破100% 可能就會回來 甚至到明年 現在又有投行預渠 明年會到70% 因此我認為 當你CPI感覺高 實際上CCPI核心的並沒有高 是因為人員帶動 產生這種假象 使得我們利息可能再升 這種假象就會讓我 蠻肯定的認為 其實利息到明年下季 可能還不會升 甚至也不會Q Higher 甚至不會Longer 甚至我認為 明天第二季左右 會降起全販 都有可能性 好 我們謝謝聶教授的分析 既有市場動盪 投資人也關心 高利率環境下應該如何布局 而今天萬英漲大說明投資展望 持續進入2023年第四季 預估美國政策利率觸頂 經濟朝向軟著陸的方向發展 並分析債券市場走向 九三美債殖利率登上16年新高 全球資產從新興亞洲出走 改爆美元 市場面臨利率匯率雙率衝擊 不少投資人帳上慘率 不過萬英建議不用太著急 債市資金配置可以這麼做 我們認為說聯準會 應該會在明年第二季 第三季的時候 把這個政策的一個態度 轉向作為降息 或許現階段來講的話 以這種短天期的卷種 為布局的一個方向 那近代說聯準會 不管是升息見底 或者是看到第一次降息的曙光的時候 再來把這個債券的期限 再做拉長 那這可能是現階段 對於固定收益的投資人 比較好的一個操作的一個建議 可先布局短天期債券 近代聯準會明確降息訊號 而進入2023年第四季 美國開始受到高利率影響實體經濟 非得要再度升息有難度 十年期美債殖利率將回落 2024第二季將降息 債市相對看好成熟市場優質債券 以及市場政府公債 此外美國經濟預估能夠軟著陸 美股將有表現機會 日本逐步走出通貨緊縮 帶動日本股市未來長期表現 日本企業的這個資產負債表的一個 的狀況是比較健康的一個狀況 那除此之外呢 日本的這個公司的治理也逐漸的一個 做一個改善 看起來日本的相對來講 不受到地緣政治的一個干擾 那也吸引了國際資金的一個流入 那從這三個面向來看的話 這個是我們對於說 日本或許迎來 數十年來開始出現一個結構性調整 甚至一個好轉的一個機會 日本央行可能牽動全球資金走向 另外歐洲面臨停滯性通膨危險 預估表現不佳 而亞洲最大變數則在中國 房地產債務拖累 加上內外交迫 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投資配置更得停看廳 新唐人亞在電視 林玉堂 沈偉彤 臺灣台北報道 換回來 AI應用成為科技大廠爭霸戰 Google發表會上 一口氣發表多項新品 從硬體到軟體 都能見到人工智慧應用 Google Pixel 8 Google一口氣發表多款新品 導入AI應用 兩款新機搭載自家 最新行動裝置處理器 效能翻倍 第一次電話 是在暗夜中的確認識 第一次電話 是在您回答電話 第一次電話 是在你拍照 第一次電話 是在車車車的確認識 第一次電話 是在你補充製設計的VPN 沒有更加價值 Google極力將人工智慧融入軟硬體產品 會上預告 將結合現有的Google助理 與聊天機器人Bard 提供手機更多的 生成式AI應用 協助用戶制定採購計畫 或查詢地圖等功能 這回也針對降噪耳機 進行四大升級 分析認為Google新品從手錶的監測 皮膚溫度傳感器再到緊急護救功能 多與蘋果的系列產品功能相仿 較勁蘋果的異味相當濃厚 新唐人亞特電視高中文昭婷日整理報導 好 來看看明天十月六號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美國公布九月的非農就業人數 以及失業率數據 印度央行公布利率決策 日本工商會議發布二零二三年度白皮書 再來是長榮舉行法說會 以上是十月五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熊彤 再見 再見